欢迎尾特人冯岩 我看现场有好多装备 您先跟我们介绍一下 您的主要工作是 我叫冯岩 今年32岁 来自黑龙江省森林消防总队 加姆斯支队 现在是一名继承的中队长 我的主要工作呢 就是带领中队 完成我们这个日常的训练 战备任务 处置一些 你像洪楼灾害啊 地震灾害啊 这种中国性的救援任务 训练就需要装备是吧 是 您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先说说这个吧 这个是我们那个 最新配发的 一个PB8010 这个风力灭火机 它这个风筒 这个风力更大了 以前那个风力呢 风筒可以达到90米每秒 现在这款呢 可以达到120米每秒 先帮我做它演示 好 演示完毕 工程什么样的情况下 什么样的救援任务 我们需要带上这一旁人器 在执行森林灭火任务的时候 这款装备呢 是我们必须要带的 咱们再来看看这个装备 这个是新一代的人机的一种 就是牵引装备 它是通过人这个背负之后 支架可以这个 托运一些装备啊 或者是物资什么的 它主要的功能呢 就是可以减轻人员的负重 可以减轻负重达到70%以上 那咱们试试 您先跟我说说 这包裹有多重 这个包裹有三十斤重 三十斤重啊 我先来感受一下 哦 好 那这样 我能试一下吗 我带上之后 您把这三十斤的包裹放上去 我看看 是不是能减轻负重 好不好 好好 来 好 咱们现在放上三十斤的包裹 我给你把这个开关打 真是轻松很多哎 那我们说说 现在这些新武器 科技的发达 是新的装备啊 在我们救援过程当中 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转制以后呢 我们森林消防队 这个装备的科技 含量越来越高 嗯 这些新装备呢 能够很大的提高 我们的战斗力 提高我们的灭火效力 我们能减少人员的伤亡 然后也能为国家 就是做更多的贡献 即便这样 我相信 对于您的家人来说 更多的还是一份 担忧和牵挂 所以今天您来到现场 我没有猜错的话 应该写信 给自己的家人吧 是 我今天要感谢 我的爱人神福 结婚四年多了 不光是对她 对孩子 对整个家庭都有亏欠 一年见面次数很少 就像今年 我上半年 基本上半年没怎么回家 参加了几个月的 这个地震救援培训 然后又去参加比武 今天我们把您的妻子 请到现场来了 欢迎 欢迎沈胡 而且今天是穿着婚纱来到我们现场的 非常的漂亮 但是刚才您的先生说 你们已经结婚四年了 对 那为什么今天还要穿着婚纱来我们的现场呢 大家好 主持人好 我叫沈福 我简单给大家解释一下 我虽然结婚四年了 但是我今天还是头一次穿婚纱 因为我们 我和我爱人领证之后 就直接回到各自的工作岗位 然后一直没有办婚礼 所以今天想在我们的现场 圆自己的一个女孩子的梦 对对 是这样的 我们今天一定满足 因为你们为大家牺牲了自己的小家嘛 刚才王冠在问您的爱人的时候 说一年见不了几次 但实际上呢 这儿还有一个背景要告诉大家 就是实际上你们的家 离他的住地非常近 可能路程就是二三十分钟 是 但是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 一年还是见不上几次 他平时工作任务非常忙 我们见面的次数就特别少 不光是见面次数少 见了面我还经常被放鸽子 恋爱的时候我记得有一次 我们俩就是约好了到市里面去逛街 然后那时候那个商场正在搞活动 然后就有一大片那个头铃 我们正准备在那拍照呢 这时候他电话就响了 然后就急匆匆地就走了 就看着他那个远走的背影 那就觉得第一个感觉是失落 然后还同时感觉到非常的担心 不知道他这次执行的任务是不是很危险 但是转念又有一种特别自豪感 我就感觉他就是人群中的那个逆行者 既担心又骄傲 尽管觉得委屈 但还是决定嫁给他 对对 那节目结束以后 明天能让他带着你在北京好好逛逛吗 不能 我们一会儿录完节目就要赶到哈尔滨 他明天有比武 明天又有比武 对 好吧 那希望今天在节目录制的这一段时间 你们能够幸福 好吗 谢谢主持人 今天先生还给你写了一封信 然后我们也一起来听听他想跟你说什么 好 来 来 我们先投递信封 这有一种做哥哥的把妹妹的手交给妹夫那种感觉 冯妍 先好好看看您老婆 头一回见她穿婚纱吧 是 还没有办婚礼 是 别不敢看呀 多看看 美不美 美 特别美 你们俩谈恋爱有多长时间 谈恋爱有八九个月吧 还挺快的 对 就是觉得找到合适的人了 八九个月当中可能见面也就一两次吧 那个时候谈恋爱嘛 不可能说像结婚那样就是见面次数那么少 因为毕竟自己也是当时属于单位大龄未婚青年嘛 就是跟领导申请说是 多去见见见见一见那个未来的媳妇这种 领导还是挺体恤的 对对对对 人文关怀 其实像你们俩这种情况是不是在你们单位还挺多的 就是夫妻俩本身是在一个城市 但就是见不上面 对 你像我们现在在河北有住坊的单位 他们一直要待到明年三月份 这冬奥会结束才能完成任务 这个期间他们就是说可能本来跟那个爱人在一个地方 但是也无法见面 你结婚之前自己都考虑清楚吗 知道会面临什么样的生活吗 其实结婚之前就意识到了今后会很辛苦 但是没想到会这么艰辛 就是有困难就要自己克服了 你们俩现在还有孩子了是吧 对对 两岁了 就是从孩子出生到蹒跚学步 出生的时候他在吗 出生的时候在 回来了 但是出生之后第二次回来就是孩子五个月的时候 然后就把孩子吓哭了 完全不认识 对 不认识了 熟悉了之后然后他又走了 沈福有没有在什么时候觉得特别需要他 但是他居然就不在身边 其实这样的时候挺多的 你像在我孕期的时候 没有一次产检是丈夫陪在身边 看到其他人都有那个爱人陪着 心里面也是酸酸的 然后我到孕后期的时候 我的脚和腿就肿得已经不行了 但是我还到一个人去医院 排很长的队去挂号 孩子出生以后 然后这种困难就更多了 前两天我看到一句话 说的就是我生活中的常态 说文件与尿不其非 铃声共哭声齐鸣 真的就是这样 就有的时候在别人看不到的背后 就是特别特别的狼狈 消防嫂这个名字有光环 但是背后的心酸只有消防嫂自己知道 对对对 那你在那个时候会打电话去满院一通吗 至少自己先发泄出来 有情绪的时候 我不会去打电话跟他说 因为知道他的任务比较重 然后怕影响他的工作 还不能分他的心那个时候 对 其实我更希望他打电话的时候 跟我埋怨或者是抱怨一些这些事情 我能感受到他那种情绪 就是我还是希望他跟我说 或者是哪怕你跟我吵个架 去缓解自己的压力 我感觉对我来说也是一种 就是 那他在电话里和你经常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跟我说家里的好 或者说孩子的事 一些日常的琐事 但是从来不跟我抱怨 说是生活的艰辛 或者是有很多那些困难 其实你都知道 对 我都能想到他能得到 我印象特别深的一次就是 我 大概是我怀孕八九个月的时候 然后他因为他每天都会 给我打电话发信息 然后在那天早上他就没发 然后起来之后 我就给他打电话发信息 打电话也不接 发信息也不回 我就特别着急 我心自是干什么去了呢 然后下午的时候 我就在家就心烦意乱的 我就刷新闻 刷新闻的时候 我就在新闻上看到 他去执行灭火任务了 等他们那个平安归来的时候 我特别生气 我就问他 我说我知道你的消息 我还得必须从新闻上知道吗 但是他跟我说 说我怕你担心 知道自己丈夫的消息 要通过新闻 这可能也是你们这种家庭 比较特别的地方吧 刚才你在讲起那些设备的时候 头头是道 就那个打火的装备 你应该很熟 但是吸尘器 我觉得你不一定会用 对 但是我觉得 其实我俩已经很幸福了 像我们森林消防队 有很多直战员 都身处在就是边境 像我们支队 有一个东方红大队 距离我们市里有三百多公里 你像发现 就是在深山老林里边 对 就很多直战员 可能一年就会一次加 然后很多时候信号都不好 就是联系爱人的 或联系孩子 都得靠打电话 连视频的信号都不够 就是我觉得我已经很欣慰 我已经很幸福了 因为我嫁给了他 所以我也对消防知识 特别地重视 工作的时候 我就会特别注重 消防知识的这个宣传 也因此在2017年 获得师傅联颁发的 三八红旗手 荣誉称号 2018年代领所在社旗 获得全国119消防奖 先进集体的荣誉称号 2020年被评为 森林消防队伍最美消防扫 这些也都是作为消防扫 带给我的荣誉收获 刚才我们说了 今天要在现场 咱们要把婚礼这个仪式 来一遍 太感谢这个舞台了 圆了我这个梦 来吧 咱们就 各位现场的导演摄像各工种 正在收看节目的 全国的观众朋友 欢迎大家来到 逢言 沈福的婚礼现场 我是今天的婚礼司仪陈敏 下面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 欢迎今天的新人 隆重登场 今天是2021年11月9日 今天 世界上两个最幸福的人 选择在这个充满意义的日子里 携手走进婚姻的殿堂 他们虽然没有轰轰烈烈的爱情故事 也没有惊天动地的英勇事迹 但他们在普通的岗位上 坚守自己的职责 用和美的小家 构建和守护着和谐大家 他们弘扬家庭美德 比翼齐飞的家庭氛围 是千千万万消防员家庭的缩影 更是值得所有年轻人学习 接下来将会有一个非常庄严的仪式时刻 有请双方交换结婚戒指 请握紧你们佩戴戒指的双手 展示给所有的朋友们 祝贺你们 下面请你们四目相对 在此时此刻 要说出你们婚姻的誓言 首先有请妻子沈福 老公和你在一起的每一天 我从来没有羡慕过任何人 虽然没有你的常常相伴 但是只要你在家 就会把所有的精力和时间 都投入到我和儿子身上 虽然没有甜言蜜语 虽然生活非常地艰辛 但我永远不后悔 如果能让时间回到四年前 我依然会决定嫁给你 未来我会用我这颗真心 继续守护着我们这个家 守护你 在向幸福出发 逆行英雄的专场 丈夫也准备了一封信 我们有请同言 孝福 我爱你 不是玫瑰与金钱的堆砌 没有浪漫和温馨的陪伴 而是我坚守绿水青山 仍会把我仅存的自我 留给对你的注视 我们总是聚少离多 有多少愿望成了空谈 多少温馨只能幻想 只因我是一名消防员 在责任面前 我必须坚守 请原谅我 多少话在嘴边 却无法诉说 很感谢你 感谢你 感谢你对我的理解 感谢你 为我们家的 无怨无悔的付出 我只能用我的一生 来弥补你 用我的真心 来永远守护你 你可以吻你的妻子了 今天走入婚姻殿堂了 怎么也得说那三个字吧 说了 说了刚才念信的时候 第一句就是说 你听到了吗 没听到 没听到 没听到是吗 那我再来一句 你再来一遍 沈福 我爱你 痛谁呢 沈福说啊 怎样全无干这么看着 媳妇我爱你 我也爱你 今天在他们婚礼的现场 尽管没有亲戚朋友 来到现场 但是通过我们的镜头呢 相信他们能够得到 全国最多的朋友们的祝福 祝你们婚姻幸福 和和美美 小黄嫂 也是让他们的真心 构筑其火焰蓝 温馨的港湾 这首歌送给你 最亲爱的你 送上这首歌呢 是你的战友 来自黑龙江森林消防总队的 刘宇峥 我们掌声有请 有多少的承诺 我答应过你 有多少的亏欠 我是神不由己 我最亲爱的 把这一首歌送给你 我最亲爱的 你是我一生最美的 话题 做消耗员的情 你有多么不容易 从两个人的甜蜜 到孩子都学会了 理正熟悉 和消耗员的情 你有多么不容易 家里的里里外外 都是你 而你却一直 忽略了自己 所以 是你专门的情